馬來西亞林津貧 蓮花津貧問 我想請問師尊 弟子能做一些什麼才有助我母親田壽 媽媽今年八十五歲 謝謝師尊感恩 弟子能做一些什麼才有助我母親田壽田壽 很簡單 蓮花津貧 你如果有這個不知道你到底是很富有的人 或者你是中產階級 或者是勞工階級 我是不知道 但是你為了你的媽媽想要給她田福田壽 你可以用她的名字 祝印山書 肥香給你的母親 印阿彌陀經也可以 印無量壽經也可以 佛說無量壽經也可以 印往生論也可以 印嘎王經也可以 印經典然後送人 這個都是做善事 布施做善事 這個就是做時善的 就可以為你母親田福田壽 或者你念 你如果是沒有錢 我說要印這些善書 要很多錢 才能夠印善書 那你就念 長壽佛祖 每天念長壽佛祖 回向給你的媽媽 那就是田福田壽 那就是田福田壽 那你只要念長壽佛祖 或者念無量壽經 都可以幫你的媽媽 田福田壽 這是用你的方法 去幫你的母親 你只要做善 行善布施 都可以回向給你的母親 她就能夠田福田壽 然後租印善書 那租印善書 是最好的 以前我常常叫人家印 玉立至寶超 玉立寶超 玉立寶超 玉立至寶超 他的感應很快 他的感應很快 印增佛經 他的感應也很快 印增佛經 他的感應也很快 印佛經 感應都很快 不然你就念長壽佛祖 念佛說無量壽經 都可以的 有多多次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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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